哈喽大家好 我是游子树 好久没有解说世界奇妙物语系列了 肯定有些老爷会说 这集某大佬已经解说过了 诸如此类的话 我只能说 解说的魅力就在于 同样是一个故事 讲故事的人发生了变化 这个故事的意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 有关于成熟的玉姐 恋上九岁小正太的故事 片名叫做少年 故事开头女主小瑶 怡然自得地徜徉在甜淡宁静的小镇上 忽然一个黄衣少年骑着单车 在陡坡上咫尺而下时 不慎同黑魔地相撞 男孩当场去世 呃不是 男孩当场不省人事 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送进医院 当他苏醒之时 已是在病榻上 医护人员询问其姓慎名谁 假住何方 他不假思索地声称自己名叫田山祈福 但护士联系其家人之时 却发现事有蹊跷 因为祈福家人直言不讳道 祈福早在十一年前便与世长辞 这时画面一转 情丹饮汁的女主 收到了母亲寄来的水果零食 又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公用电话 果不其然是黄衣少年所播 由于电话链一头肩目不语 他也仅当此为骚扰电话 医院中 当护士姐姐再次询问起 男孩的基本状况时 男孩却改口声称自己名叫 张权淡 呃不是是叫靓太 女主回到公司 好为越老的老板邀请其到办公室 想为其作媒 却被女主婉言谢绝 并以自己已有奴役郎君为名 委婉地表达此后无需老板的牵线搭桥 反家途中 女主无意间看到上次车祸受伤的靓太 正在远处凝视着她的背影 而在第二天又看见她在自己家楼下徘徊 就连购物时 也看见男孩犹如幽灵一般的闪现 接二连三的巧合令女主 醉醉不安 反家途中 倾盆大雨不弃而至 女主又见到了尾随其后的两太 终于忍不住停下脚步 询问男孩所为何事 原来她是前来送还女主遗落在超市的卫生纸 女主道谢后奔向匆匆离去 见雨是凶猛 便带男孩回家避雨 这就是那些年没有错过的大雨 只有 你的单身和错过大雨没有关系 到家 女主为男孩插头发 并调侃男孩随便就和陌生人回家 而男孩却淡定中带着些许怪异的声称 她到的不是陌生人家 女主帮助男孩更衣换药之时 男孩好奇地打听 陈列在客厅相框中的俊男 是否是女主的男友 女主笑而不语 便起身帮男孩亮太烘干衣物 趁此间隙 亮太发现了玻璃柜里的情侣杯 以及衣柜里的情侣睡衣 她继而翻开了女主的提包 轻易地破解了手机的锁屏密码 里边也都是女主和俊男之间 你浓我浓的私房照 时光飞逝 晨中催着木骨 男孩准备离开女主家 临别时 女主惊奇地发现 男孩携带特殊的技法 见门外依旧风雨大作 便以伞相赠 并告知其物环伞 以此物了表纪念 第二天正午 不出所料 亮太早已在其家门前 恭候多时 名为环伞 时为想同女主重逢 女主见亮太机长鹿鹿 便留其共进午餐 饭桌上 男孩又语出惊人 说起了徒味情话 称平淡无奇的炸杖面 我有女主亲自烹调 才能显出格外的诱人可口 女主惊奇不已 因为此话似曾相识 便赶忙询问男孩的具体情况 这时 她才得知 男孩年仅九岁 而有关于她家庭的状况 却是一问三不知 饭后 亮太私自打开玻璃柜 拿出了那个情侣杯 女主克制住了惊慌失措 善意地提醒其放回原位 没曾想 亮太听说 这是女主男友的杯子时 故意打碎了杯子 女主伤心欲绝 而男孩却镇定自若地声称 女主自欺欺神 其男友早已不在人世 却依旧对其念念不忘 保存着情侣杯 情侣睡衣 甚至于索评密码 都是男友的生智 女主终于感到惶恐不安 感觉到眼前这个男孩 并非人类 当亮太喊出 女主的小名之时 女主顿时歇斯底里 要男孩离开此地 一日 心有余悸的女主 火速前往男友母亲的寓所 目的是 前去给男友上香祭拜 她触景生情 不禁回想起男友生前的 英荣笑貌 原来十一年前 男友田山因为先斩后奏 找到了一份异地的工作 未告知女主 女主因此生气地挂弹电话 忐忑不安的田山 骑着单车 心夜赶往女主的寓所 打算详细陈情 以消除误解 不料行之半道 遭遇弩健离弦一般的黑魔滴 她避让不及 便这样地 因车祸离世 在与男友母亲的对话中 女主意外地得知 前不久有一名九岁男童 同样地遭遇车祸 并且在苏醒后 自称是田山祈福 另外还能准确地说出 田山家的电话 女主顿时恍然大悟 她犹如无头苍蝇一般地 去寻觅先前的那个男孩 寻觅中 她梳理着男孩与男友 在谈吐与习惯上的相似之处 终于 女主在某个十字路口 找到了漫无目的游走的 男孩两态 二人相约到这一个 在世袭中出现过 无数次的吼山 男孩直言不讳地声称 自己是其男友田山祈福的转世 由于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男友田山的记忆搜醒 女主用询问男友的口吻 询问亮泰 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结果亮泰正确地回答 说是在音像店里邂逅 女主又问 二人最后一次说话 是在何时 男孩亮泰一世对答如流 便是那一次最后的通话 女主的愧疚之情涌上心头 因为她认为自己一世怄气 间接害死了男友田山 女主借此机会 同男友田山致歉 没想到男友意向其道歉 并声称自己会选择在大阪工作 是为了兼顾父母和女主 故选择了一个距离折中的城市 二人误会 由此解除 能和男主重逢 女主的欣喜之情 溢于言表 只是眼前的男友 只是九岁的男童 不仅感叹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池 我恨君生糟 而当女主想要和她继续交往之时 男友却遗憾地表示 这段记忆很快就会消失 自己将会做回九岁的男孩亮泰 女主顿时泪如雨下 不能自已 男友说明了此次出现的来意 便是让女主走出自责的泥闹 这样她便不许此行 明白了男友的用意 女主破替微笑 并以相拥作为告别 男友的记忆消失后 亮泰也忘记了前几天 同女主发生的点点滴滴 女主还是时不时徘徊在亮泰的周围 当她看到亮泰系携带的方式 和男友完全不一样时 终于释怀了一切 面带着微笑 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 以及其他的平台 名字都叫夏业幼子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